我们的这个摄影朋友参加我们的节目 各位在歌唱这个事业上各有各的成就 是非常难得一件事情 那么我首先我想请问傅祖光先生 我知道您是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 我想知道就是如果说想学声乐的话 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说从几岁开始呢 因为声乐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喜爱的一个职业 但是专业的话都是一般的来说呢 要从事专业的话一般是女孩子小姐嘛 应该是16岁比较合适 先生们大概18岁左右 因为在这个年龄之前都是同生 因为没有变身 由于这个损坏声带 我就是18岁开始唱歌的 18岁就开始唱歌 那我已经过了这个时期了 我今年29了 那更好 我没有希望成为歌唱 可以可以的 我看看很有希望的 这个王静小姐 我们知道您是比较专长 是演唱西洋歌曲 还有歌剧方面的这个表演 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演唱还有表演歌剧 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演唱和表演歌剧 对 区别很大 因为演唱是把这个有歌词和这个唱腔 它呢没有基本上是抽象的 没有情节也没有道具不紧 歌剧呢是个综合艺术 它呢主要是靠有乐队 交响乐队和合唱 还有台上的歌剧演员来组成的 就是说在表演方面就多了很多综合性的东西 包括戏剧也要注意这个剧情 对对对 它有情节 这个歌剧呢来源是意大利 它也叫西洋 西洋唱法就是意大利的歌剧 是一个古典的艺术 但是流传到中国呢 变为中国的歌剧 也把它综合了一些名歌和戏曲 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要演唱西洋歌剧真的是不大简单的 杜萍小姐 我们知道你是中国最年轻的一位电视特约歌唱家 我们想知道就是你是不是会把这个歌唱事业 成为你的终身职业呢 是的 因为我受到家庭的熏陶 因为我母亲是唱平剧的 就是说我们地方的戏曲 我之所以呢 就是选歌唱这门试验专业呢 我觉得我的条件呢 就是指唱歌的条件 是能胜任这个 就是能就是来达到我这个唱歌的要求 我能做到这个 但是呢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您先学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需要向老一辈学习 谢谢您 谢谢您 马泰轩小姐 我们知道您是一位回族人 在我们新加坡也是四大民族和谐的共处的 可是我们在 我想 我好像比如我在想 想要唱这个印度歌 就学了整年也学不好一首印度歌 我们知道您除了是演唱中国民歌之外 也演唱过一些 印度啦 巴基斯坦的民歌 是不是您有什么秘诀呢 在这方面 首先啊 这个印度歌曲的那个风格和语言呢 很难掌握 对 那么出于我呢 还是首先 那个兴趣和爱好 另外呢 与我的民族呢 我们那个中国的回族呢 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呢 比较接近 就是在生活风俗方面比较接近 比方说是 摘月呀 星期五 礼拜呀 等等一些那个 在吃的方面呢 还在礼节方面呢 很相似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非常喜欢呢 除了唱民族歌曲之外呢 印度歌曲 巴基斯坦歌曲呢 我也非常喜欢在 就是那个演出啊 平时录音啊 很喜欢唱的 那么我们中国观众呢 也非常喜欢 这样呢就引起我呢 非常爱好的 很喜欢唱 这次到新加坡来呢 能为新加坡的观众演出 印度特别 也是我很荣幸的 那就我们就拭目以待 马太宣教授也得演唱 还有一位这是 本地著名的歌唱家 陈木齐先生 那么他也曾经到过中国 开过一个演唱会 陈先生我想知道 就是你对我国的歌唱事业发展 有些什么看法呢 我看是 这个歌唱事业现在还是有 它的一个存在 它有一个一定的 一股力量的存在 我现在就是各个团体 他们都记记的 还有一些是 就是说在这方面呢 有这方面的去推动 就像我们这些老一辈的 我们总是在 二十多年来都是 都是不断的 在推动这方面的 就是有在努力当中 做一些工作 我们来自远方的客人 彭丽媛小姐 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 可能对你比较熟悉 您是比较擅长演唱中国民歌 你觉得中国民歌 是不是要演唱中国民歌 是不是要有一定的特点呢 是的 要具备这个风格性 要具备特点 比如说 是不是能够在后天训练呢 一定要天赋的吗 一般的来说 应该是天赋要好 因为它要具备那种 比较甜美 比较清澈的那种声音 后天努力 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 彭丽媛小姐 我们也唱一首 中国民歌 谁不说俺家乡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心香烈 一朵冬梅飘沙 一片鲜鱼鱼一桑梅 一片鱒騷 岩花 silicone鱒尖呼桌裏尖喳 鱒息靠眼淚 一阵阵阵阵阵阵 阵阵阵阵阵阵阵 阵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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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咱們一風倒過 幸福的陽光 千年萬年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啊呀呀呀呀呀呀 幸福的陽光 啊 千年萬年長 谢谢大家